根据中国驻纽约总领馆最新了解到的情况 有一名中国公民在纽约市地铁枪击案中受伤 总领馆已经在第一时间联系伤者家属提供协助 目前伤者在医院接受治疗 情况稳定 外交部和驻纽约总领馆将继续密切跟踪设中国公民有关情况 及时提供领事协助